在座的各位,今天大家和我来到主面前 我们要照着上帝的话语如是的顺从 有些信徒说信 是的,信就是要顺从上帝的话语啊 创世纪十二章所讲的信 就是创世纪二十二章所讲的顺从啊 我们跑一百米是从起跑线跑到终点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 信就是要照着上帝的话语如是顺从 顺从了上帝的话语才能得到允许啊 信就要顺从上帝的话语 照着上帝的话语如是的做啊 那么在座的各位,大家和我 我们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饶恕 不愿饶恕 我不饶恕的话是要去地狱的呀 我不饶恕别人的话 我也得不到上帝的饶恕 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十五节 所以在这时间 首先我们要饶恕身边的人 全饶恕吧 无论是谁都要饶恕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饶恕呢 那么我是做不到饶恕的 并不是说我有资格 所以才能饶恕 我为了得到上帝的饶恕 我也要饶恕身边的人 甚至我的仇敌 跟我结怨结仇了 一直骂我 甚至诋毁我 无论他的行为多糟糕 这也是为了我 是因为上帝爱我 一个人被使用成恶的道具 那这个灵魂是非常可怜的 真言是六章四节 那么无论对方有多么的可恨 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我呀 格林德厚书四章十五节 所以上帝说了 没有仇敌 要爱仇敌 爱仇敌的时候 才能获得信心 亚马太平五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 所以在此刻 在座的各位 心里有结怨结仇了吗 赶紧饶恕吧 有些信息说 哎呦牧师啊 我家的丈夫 自跟我结婚那一晚上 就一直搞外遇 直到今天都二十年了 而且我的婆婆还向着我的丈夫 我怎么能饶恕呢 那也得饶恕 全饶恕吧 饶恕了之后就能明白过来 发生这些也是为了我呀 如果我不饶恕的话 是没办法明白过来的 我不饶恕人的话 是没办法认识上帝呀 约安一书三章六节 所以全饶恕吧 首先要饶恕啊 那么在这世上 我们都希望过好日子 但是总是走错路 传道书三章 上帝是让我们领受祝福的 而我们在这世上寻找得福的路 却总是走错路 这六十六卷圣经的话语 唯独靠着基督 才能明白这圣经的话语啊 哥罗西说二章八节 如果不认识基督的话 这圣经的话语 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而这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 基督使我找回根啊 马太福音一章一节 所以没有基督的讲道 那是努力灵魂的假的讲道 是害人的讲道啊 那么今天开始我们认识基督 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只要我属于基督了 上帝就使用我 上帝就重新创造我 甚至上帝赐福于我 拯救我 使我的儿女得救 真切的志愿 大家都做上帝的义的器具啊 那么饶恕 那么首先我要饶恕身边的人 首先我的心灵 饶恕所有的一切吧 我来读一下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二集 耶稣回答说 你们当信服上帝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 就是在座的各位 无论是谁 无论我是什么样子的 都能行的 无论何人 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 他所说的 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阿门 我们呼喊阿门 上帝如此的爱我们呀 讲话 谁都能讲话吧 有没有学问 不分有没有学问 谁都能讲话 这张嘴都能讲话 但我心里不疑惑 讲出来的话 靠着信心所讲的话 上帝 上帝就给我成就 那么这信 好多人以为自己有信心呢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信呢 耶稣亲自说 任何人 无论是谁 耶稣亲自说了 无论是谁 耶稣让我们信上帝 让我们信福上帝 那么上帝在哪里呢 只有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了 才能遇见上帝 哥林多后十五章十九节 我们呼喊阿门 那么只要今天我讲话 我家庭里遇到了困难 甚至在座的各位 性格不好 或者说身体上有了疾病 或者说我身体素质 现在特别不好 全能者上帝告诉 只要相信上帝 只要相信上帝的时候 讲话 讲一句话 上帝就能为我负责 而我们却不相信这一点 甚至我们讲话 全讲一些什么样的话 讲的是抱怨的话 甚至是咒诅别人的话 哎呦我家孩子 到底随谁变成这个样子了 哎呦我早知道 怎么嫁了个这么个丈夫呢 就坐在那里聊的 说的全都是不好的话 我们国家的国民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一个人做了好事的话 做了好事 结果讲出来的话 确实不好的话 比如说 我们做了一些好事 就是哎呀您受累了 又受累了 我讲什么话 上帝就为我负责的 而我们说哎呦您辛苦了 您受累了 就是让你再辛苦一次 让你再受累一次嘛 一个人做了好事 我们就说 哎呀您真是得福了 这时候这个人就能得福啊 而我们呢 讲一句哎呦您受累了 您辛苦了 结果又让人家受累 又让人家辛苦啊 甚至于说哎呦我们国家 怎么成了这个模样 总是数落别人 甚至诋毁别人 我们讲出的话 大部分话都是 相互诋毁的话 这都是因为我们心里有罪恶 我们身体里有罪恶 就像我们每天出汗一样 我心里我身体里都有罪恶 不断地涌出来 上帝说了 上帝的话也就是我的粮食 每天至少 认罪悔改三次 因为上帝的话也是我日用的粮食啊 那不足的仆人我培养牧师 每次去找堂子 搓澡 洗澡 那么 每次搓澡 还能搓出很多的泥儿来 昨天搓澡的时候还有那么多泥 今天搓澡怎么还有这么多泥呢 我们每天搓澡 每天去洗澡 身体上还是出汗 身体上还是有臭味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心里都有罪恶呀 而上帝同时给我们最好的奥秘 是能让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净自身的罪恶的 医生给病人诊断的时候 是告诉他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那么上帝的话也就是告诉我们 自己的问题在哪 能投靠基督的宝血 向上帝认罪悔改 我心里有罪恶的时候就开始担心忧愁 提摩太前说六章十集 那么我担心忧愁的时候 好多社会学者说 哎呀人活着当然要担心了 上帝说了人活着不是担心忧愁的 这句话在世上的理论是行不通的 世上的理论是什么 千家户有千个担子 万家户有万个担子 儿女多忧愁也多 世上有很多很多的理论 而上帝的话也不是世上的理论 上帝说了 上帝赐予我的祝福 财富再多也没有担心 儿女再多也没有忧愁 真言十章二十二节 上帝赐予我的祝福 是不添加任何担心忧愁的 只有祝福 上帝如此的爱着大家 上帝如此的爱着我 在这世上的理论呢 有各种各样的要求 而且最终也没有行得通的路 而上帝的话语呢 是带着能力的 上帝的话语本身就是上帝 那么从今天开始 我们开始谨慎了 要讲什么话呢 我讲话 我嘴上要讲什么样的话呢 越是小心翼翼 想谨慎地说话的时候 可能会越犯错误吧 上帝说了 幸福上帝吧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 我心里存什么 嘴上就讲什么 信心在我心里的时候 我嘴上讲的话 全是靠着信心讲的话 马太福音八章十三节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 我内心存什么 嘴上就全说出来了 那么在今天这短暂的时间里 祝愿大家改变命运吧 上帝把这么好的全给了我们 而这一切首先要信啊 幸福上帝 信了上帝 这时候心里就没有疑惑 我心里有疑惑 疑心的时候说明 我不属于信心呀 罗马书四章十九到二十节 亚伯拉罕从来没有疑惑 亚伯拉罕面对上帝的话 从来没有怀疑 从来没有疑惑 结果年过百岁的时候 生了孩子 上帝说了只要信上帝 信了上帝之后 有了信之后 从上帝那里获得了信之后 讲话 上帝就不是为我成就 那么在这世上 好多人追求其他的宗教 没关系 大家可以追求其他的宗教 但是最终没有路了 没出路了 大家就来找到基督吧 来找到上帝的话语吧 上帝说 只要信服上帝 上帝就负责我的子孙千万代 而且赐福于我的子孙千万代 出埃及记二十章五到六节 那么在这世上 什么是最大的罪呢 不相信上帝就是最大的罪恶了 约安福音十六章九节 当我不信上帝的话 导致自己的子孙三四代 遭受灾难和咒诅啊 这多么的可怕呀 三四代要遭受灾难咒诅 上帝为什么说的这么的可怕呢 相信上帝的时候 能使自己的子孙千万代领受祝福 而不相信上帝的话呢 就是子孙三四代遭受灾难和咒诅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领受祝福啊 为什么要信呢 只要信服上帝 讲出来的话 上帝为我负责 我们呼喊安门 我们希望疾病得到医治 我们希望家庭幸福 我希望家庭和睦 那今天靠着信心讲出来吧 那么这次在加拿大的时候 从加拿大飞回美国 又从美国飞到了加拿大 那么布斯德普通我平安牧师 就是做差事 上帝怎么指引我的 我如实地顺从 那么在加拿大的时候 所传讲的上帝的话语 全是上帝指引我的 那么当时 那个飞机没办法 因为当时那个从加拿大飞回韩国的飞机呢 那个飞机没办法降落 因为韩国的雾太重了 所以这个飞机要在日本降落 那么当时 朴牧师就跟那个空姐讲了一句话 听说这个飞机没办法如实降落 那我祷告吧 那么当时 寄组人员都知道我是牧师 那么当时那些寄组人员就告诉我 哎呀牧师啊 我条牧师就说了一句 我祷告吧 然后当时那些寄组人员还很不屑 还很藐视 但是我依靠了上帝的话语 只要信服上帝 讲话上帝就为我负责呀 那么如何证明这是上帝所做的恩典呢 突然那位寄组人员就来找到我说 哎呀牧师啊太神奇了 这个飞机能如实地在首尔降落了 上帝的话语就是能力 西伯来说四章十二节 上帝的话语是活着的 是如实有能力的 真切的志愿大家领受这祝福啊 不仅我嫖牧师能得到 大家也能得到啊 在座的各位 大家所面临的困难 今天只要信服上帝 嘴上讲出来告白吧 上帝为我负责呀 这是如实实现的 怎样才能获得信心呢 信服了上帝才能讲话 那什么是信心呢 这信心是上帝给我的礼物 是来自上帝的 一副所说二章八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这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上帝所赐的 阿们 在座的各位 这信心是上帝给我的礼物啊 靠恩典 我们得救 全靠上帝的恩典呀 所以这信心也是上帝给我的礼物 这恩典是什么呢 主与我同行的就是恩典 六加福音一章二十八节 那么 主和我同行 能和主在一起 这就是恩典 那么主是谁呢 我怎样才能和主在一起呢 与主同行 这就是恩典呀 那么主是谁呢 主就是基督啊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 那么基督是谁呢 哥罗西书二章二节 基督就是上帝的奥秘 那么这奥秘是什么呢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 这基督的奥秘 就是要进入到我心灵里 尼西米纪九章一节 尼西米纪八章 告诉我们怎样认罪悔改 那么尼西米纪九章一到五节 有提到四分之一认罪 第二个四分之一 求上帝饶恕我的罪 这样认罪悔改的时候 基督就进入到我心灵 无论是谁 我曾经犯罪了 我曾经卖淫了 我曾经抢劫了 无论我犯了多大的罪恶 只要今天 只要此刻能靠着基督的保险 承认我的罪 向上帝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就饶恕我的罪 这就是四季断悔改 这就是使我蒙恩典呀 四季断悔改 就是让我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直到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为止 基督是面对所有的人呀 而耶稣面对的呢 是属于基督的人 认罪悔改的人 才能和耶稣有关系 马太福一章二十一节呀 格林的后书五章十七节 而我们呢 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罪人 只要肯认罪 肯 靠着上帝的保险 肯 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的话 上帝就饶恕我的罪过 我们一起找一下 彼得签书一章二十一节吧 无论是谁 只要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彼得签书一章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耶稣拯救的是属于自己的百姓 我怎样才能成为耶稣的百姓呢 就是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啊 所以我们需要做四九段悔改 基督 基督是面对所有人 而耶稣 耶稣只拯救属于基督的人 所以我们要靠着基督找回家谱啊 因为我们是罪人 我要承认我的罪 投靠基督的保险 使我的罪得到赦免了 我才能属于耶稣的百姓啊 马太福一章一节 是让我们靠着基督找回家谱 彼得签书一章二十一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们也因着信 你们也因着他 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 又给他荣耀的上帝 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 都在于上帝 阿们 靠着基督使我获得信心呀 我们找一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获得了信心之后 就讲话吧 身体上有了疾病吗 先获得信心 紧接着告白 我的疾病得到医治了 结果真的得到医治了 因为这是投靠了上帝的话语 大家和我是投靠上帝的话语 是顺从上帝的话语 缘分二章九节 水变成葡萄酒 那也是因靠着上帝的话 如实的顺从了 真切的志愿大家今天领受这好的祝福 真切的志愿大家领受这好的祝福 在现场听讲到的信徒们也领受这祝福 这是多么多么好的应许呢 上帝把这好的奥秘给了我 给了我们国家 给了大家 也给了我们 这是多么多么好的祝福呢 靠着基督的保险 能使我的罪得到赦免 能使我靠着基督 成为属于耶稣的百姓 这是多么多么好的祝福啊 真切的志愿大家领受这祝福啊 这是非常非常庞大的祝福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阿们 只要我们属于基督 只要我靠着上帝的奥秘 只要我做四季段悔改 只要我承认我是罪人 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的话 不分男女女少 不分男女老少 不分有没有学问 不分什么样的背景 凡是什么样的人 只要承认自己是罪人 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的话 上帝就重新创造我 有些信徒说 哎呀 我一直骂耶稣了 我一直骂信徒的人 没关系的 今天认罪悔改 也是来得及的 所以基督是面对所有的人 这多么多么的好啊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基督耶稣呢 因为基督耶稣住进我的心灵里 这就是信心呀 我们找一下马太福音 一章二十一节 大家和我 我们是罪人 我们不可能直接遇见耶稣啊 我们要承认我是罪 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净我的罪 这时候我才能遇见耶稣啊 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 我们读一下一样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阿们 耶稣是拯救自己的百姓 而耶稣是面对所有的人 我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了 这时候就能得到救恩呀 耶稣是和上帝同等的 而我们呢 我是罪人 我要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呀 而耶稣就是基督啊 我要承认耶稣是基督 所以我要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呀 那么有些人光嘴上说 哎呀我遇见耶稣 我和上帝同在了 那首先你有认罪悔改吗 我有没有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呢 我是一个罪人 我怎么能直接和耶稣 建立起关系呢 耶稣是和上帝同等的呀 大家今天明白过来吧 正确地明白过来吧 我在上帝面前 我在耶稣面前 我都要承认我是罪人 所以我需要基督的保险 我需要做四季段悔改 哥林多厚书十三章五节 我们来找一下 哥林多厚书十三章五节 那么 奉主的名 不足的普让我平和牧师 去美国传福音 好多人总是不明白 哎呀 为什么这么强调基督耶稣呢 好多人听也听不明白 我们读圣经 光靠理论是读不明白的 那么 好多人以为背诵圣经 就是明白圣经了 绝不可能的 认罪悔改了 承认我是罪人 认罪悔改了 才能读懂圣经 提摩大后说二章二十五节 我们要认罪悔改 做了悔改祷告 才能读明白圣经 领悟圣经 好多人不悔改 不认罪 光想背诵圣经 用头脑背诵圣经的话 会怎样呢 我的魂 我头脑的魂 只听魔鬼的话 我们人自坐落以来 一直听魔鬼的话 我的头脑一直在听魔鬼的支配 世上的学问理论 都是靠头脑背诵记的 我用头脑背诵的 都是败坏自己的 如果我用头脑背诵圣经话语的话 反而会自己害死自己的 真言二十九章 真言二十六章九节 我用头脑背诵圣经话语的话 反而会变疯的 我内心获得了信心之后 首先承认我是罪人 向上帝认罪悔改了 通过圣经的话语 承认我是罪人 向上帝认罪悔改了 这时候才能领受圣经的话语 人是要靠上帝的话语而活呀 马太福音四章四节 用头脑背诵圣经话语的时候 反而高高自义上 反而傲慢 骄傲 反而是自己害死自己 大家知道 不做四季段悔改的人 读圣经 学习圣经的人 真是眼下无人 谁都看不上 而且从来不承认自己是罪人 从来不承认我就是罪人中的罪鬼 反而把圣经当成教科书一样来读 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 我们读一下格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 我们为什么要时刻醒察内心 有没有信心呢 格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们总要自己醒察 有信心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阿们 上帝告诉我们 你们要醒察有信心没有 我们要时刻醒察 我内心也没有信心呀 没有信心的话就被弃绝了 没有信心是要去地狱了呀 那信一次就可以了吗 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 信心 信心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吧 我一直都不知道我是不是有信心的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吧 发自爱心来跟身边的人问候一下 醒察内心有没有信心吧 醒察内心有没有信心吧 无论是谁 无论是谁 在基督里都是能得救的 无论是谁 只要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承认我的罪 认罪悔改的话 就能得救我 上帝让我们 上帝让我们 省察内心有没有信心呀 那么上帝 只要我们承认我是罪人 甚至承认到什么程度 承认我就是罪人中的罪鬼 我是最大的罪人 哥林顿后书十三章五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 有信心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阿们 耶稣是和上帝同等的 耶稣只拯救属于自己的百姓 那么我是罪人 我需要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我就是害死耶稣的那个罪人呀 所以我要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只要我属于基督了 我的罪和我就不再有任何关系了 我属于基督了 我就是耶稣的百姓了 所以要时刻省察 我内心有没有这信心呢 现在上帝在告诉我们 上帝为什么让我们省察 内心有没有信心呢 我们找一下提摩泰前书六章九节 我们找一下提摩泰前书六章十节 每次参加复兴会的话 讲到时间 再检测也要讲两个小时以上 这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 这上帝的话语就是爱 约安一书四章八节 这上帝的话语就是爱 这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呀 上帝的话语有上帝的话语的地方就有圣灵的 约安福音三章三十四节 有上帝话语的地方是有圣灵降临 那么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就有圣灵降临了 获得了圣灵就平安就有喜乐 这时候照着信心如是得到成就就起起发声 真切地祝愿大家领受这祝福啊 再觉得各位 所有的信徒都要领受这祝福啊 我们呼喊安门 所以上帝的话语是实实在在的 是如实地发声的 耶稣只拯救属于基督的人 这就是信呢 那么这信心不是靠自己得来的 这信心是靠上帝的恩典从上帝那里得到的 所以这四阶段悔改 就是靠着基督的保险向上帝认罪悔改 这就是基督的奥秘 只要靠着基督的保险向上帝认罪悔改的时候 基督就住进我的心灵里了 那有些人就说 哎呀牧师您是不是把基督和耶稣分开了呢 不是的 耶稣基督是一位 但是分工不一样啊 就像我们一个身体有两条腿一样 而两条腿最终都是这身体里的 都是一个呀 耶稣基督是一位 但是所做的事情是两样事情 基督耶稣 耶稣是与上帝同等的 而我是罪人 我需要靠着基督的保险 使我的罪得到赦免呀 而我们呢 从来不认罪不悔改 光嘴上说 哎呀我和耶稣在一起 我信耶稣 甚至我们以为自己信耶稣 自己却跑到上帝的位置上 这多么的荒唐了 和信心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们说是信主 总是把自己摆在上帝的位置上 我要承认我是罪人 在耶稣面前 在上帝面前 我们要承认我是罪人 唯独基督的保险能洗净我的罪 唯独基督的保险赦免我的罪 天母太前说六章十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贪财是万额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阿们 我们很快就能离开信心呀 因为我心里有罪恶 心里有罪恶的时候 就离了信心呀 我信心离开了 就开始担心和忧愁 我担心忧愁的时候 说明信心就离开我了 约伯纪三章二十四节 担心忧愁的时候 就如实走向败坏呀 那么怎样使担心忧愁 全消除掉呢 靠着基督的保险洗净一切的罪过吧 有基督耶稣住进我心灵里了 这就是信心呀 获得了信心就能得到一切的喜乐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我们要时刻警察我内心有没有信心呢 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九节 心里发出来的第一个罪恶就是恶 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九节 我心里第一个罪恶就是恶念 就是不好的想法 我们吃了一碗饭之后 这碗 这个碗是要洗干净了 洗干净了才能吃下一顿饭 我们都喜欢把饭盛在干净的碗里 就比如说我们去餐厅吃饭 上一个客人吃过的饭碗 再重新盛我的饭 我们谁都不愿意吃了 我们一定是要在干净的碗里盛饭 所以我们要向上帝面前 时时刻刻认罪洗罪 铁萨罗里在前书五章十七节 我们要不停地祷告了 不停地认罪悔改 使我的心灵洁净了 天目的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我洁净了才能得到上帝的使用 首先警察我内心有没有信心呢 我内心有了信心 这时候讲话上帝就为我负责呀 真切地支援大家获得信心 获得信心之后 用如实地讲出来 得到上帝的祝福吧 真切地祝愿大家领受这一切的祝福吧 只要讲话上帝就为我负责呀 上帝为我负责 这是多么多么好的应许呢 上帝让我省察内心有没有信心呢 靠什么才能省察我内心的信心呢 我心里担心忧愁的时候 就刺痛自己 我内心担心忧愁的时候 说明我的信心已经离开了 上帝说了 没有信心的时候 就如同灭亡的处类 谁会刺痛自己呀 我担心忧愁的时候 就是刺痛自己呀 连动物都不如 动物也不会刺痛自己吧 10篇49篇20节 信心离开了 就如同灭亡的处类一样 听不出前书6章10节 我们再读一遍 我担心忧愁的时候 就已经离开了信心 我担心忧愁 心里有怀疑的时候 我心里怀疑的时候 说明我就离开了信心了 明书记14章18节 我没有信心的时候 不仅害自己 还害死子孙三四代 我脸上没有喜乐的时候 信心就已经离开了 我们再来读一遍 提摩太前书6章10节 一二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 把自己刺透了 阿们 不要贪财 不要爱钱财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格林多后书8章9节 耶稣为了我贫穷 耶稣为什么贫穷 耶稣为了让我富有 耶稣 却贫穷 钱财不是爱的对象 钱财是支配管理的对象 我们在这世上 需要支配管理这一切 真切的志愿大家领受这一切的祝福呀 真言八章21节只要爱了上帝 上帝就赐予我钱财 上帝赐予我的钱财 丰盛到什么程度 能充满我的仓库啊 所以无论 这上帝的话也不是哲学 上帝的话也不是人编造的 我们人 无论是再大的哲学家 仅是人的一种理论 而上帝的话也是真理 上帝的话也是出自上帝的口啊 明书记23章19节 上帝的话也是如实地实现的 我们呼喊安门 我担心忧愁的时候 就说明我已经离开了信心 那信心 有信心的时候就怎么表现出来呢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15章13节 请查我内心有没有信心吧 无论是谁 只要做四季段悔改 心里就充满喜乐了 罗马书15章13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阿们 我们呼喊阿们 如果我有信心的话 我内心有没有基督耶稣 住在我心里呢 我是罪人 我要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这时候 基督耶稣就住进我的心灵里了 我的罪恶赦免 我的罪恶得到赦免了 我心灵洁净了 这时候 主耶稣基督就住进我心灵里啊 创世纪一章26节 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 为的是让我们在这世上 懂得支配和管理 好多人说 人是被环境所受支配的 恶人才会被支配 动物才会被环境支配 恶人会被环境所支配 而人 上帝的儿女 是要支配管理这世上的一切的 恶魔恶鬼 上帝的儿子能支配管理这一切 甚至连恶魔恶鬼都能管理 这是多么多么宝贵的永许啊 部族的仆人我嫖慕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确信呢 我内心有担心忧愁的说明我心里的 我心里的信心就已经离开我了 一切都是喜乐的 一切都是有确信的 信心是使我有平安 信心是使我有喜乐的 我心里一平安了 我就有确信的讲 哎呀这个飞机怎么没办法降落了呢 机组人员就说 哎呀首尔的物太浓了 首尔的物太多了 那么恶人是会被这个环境受支配的 我们人犯了罪之后呢 就没认罪没悔改 结果被环境所受支配 而认罪悔改了 得到了信心 做了上帝的儿子 就能懂得支配管理世上的一切 真切地志愿大家领受这一切的祝福啊 我们要获得这祝福啊 在现场听讲到的信徒们也要领受这祝福啊 上帝让我们时刻醒着 我内心有没有信心呢 我内心有信心的话 是平安的 是喜乐的 只要做了四季段悔改 只要做了四季段悔改 疾病就能得到医治啊 我们去洗澡的时候 我原来出了一身汗 进了澡堂子 那么搓澡了 洗得干干净净了 脸上是能显现出来的 我们找一下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真切地志愿大家获得这信心啊 这信心就是最好的良药 就是最大补的良药啊 在这世上 我们都喜欢吃补品 吃一些补品 补身子 好多父母给孩子吃鹿绒啊 或者是吃一些山羊奶啊 但是孩子吃了这么多补品 怎么还不笑呢 甚至不听父母的话呢 上帝的话语绝不亏 上帝的话语绝不是让我吃亏的 上帝的话语绝没有副作用 上帝的话语是让我做绵羊 使我做孝子 使我做爱国者 上帝的话语是绝不加害我们的 真切地志愿大家领受上帝的话语啊 获得信心的时候是有一切的喜乐 有一切的平安呀 罗马书15章13节 我们读一下真言17章22节 以二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阿们 我心里有没有信心呢 我心里有喜乐吗 我心里有平安吗 喜乐的心灵是最好的良药 是最大的补药 而在座的各位 大家怎么脸上没有喜乐呢 脸上怎么没有平安呢 好多人说 哎呀 我这个脸色真不好 化妆了都没办法遮掩我的脸色呀 人吃了这个补药 心灵的喜乐 就让脸色泛光 脸色是有平安的 我领受了这平安的时候 我的子孙也能领受这平安 我们呼喊阿们 幸福上帝吧 幸福上帝 这正是让我获得信心 使我的内心 有这喜乐 心灵的喜乐是最大的补药 是最好的良药啊 只要幸福上帝 信上帝 这时候就能获得力量 就能得到一切 这时候 讲话 上帝都为我负责 这才是信仰生活啊 真切的志愿 大家领受这一切的祝福 我们呼喊阿们 领受这祝福吧 真切的志愿 大家领受这祝福啊 这是多么多么珍贵 这是多么多么宝贵的呀 我们和身边的人 相互问候一下吧 幸福上帝 正是吃最好的补药啊 幸福上帝 正是吃最好的补药啊 我们都希望补身子 哎呀 能补身子的话 都希望有个秘方 能补身子 那么幸福上帝 就是比这个补身子更好的呀 为什么都不愿意信服上帝呢 靠着基督才能信服上帝 格鲁西书二章八节 不做四季段悔改的讲道 那都是去地狱的 听了假的讲道 就会去地狱 讲了假的讲道 也会去地狱 我们找一下格鲁西书二章八节 不认罪不悔改 不做四季段悔改的 那都是假的讲道 我们找一下格鲁西书二章八节 格鲁西书二章八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一二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 或虚空的妄言 不照着基督 乃照人间的遗传 和世上的小学 就把你们掳去 阿们 大家要谨慎呢 好多人用他的理学 讲这上帝的话语 好多人把圣经的话语 当成心理学 讲成一种文学 那都是鲁内灵魂的 假的讲道 听了那些假讲道 就会去地狱的 千万不要被欺骗呀 讲一些讲道 讲假讲道的 那都是鲁内灵魂的 都要去地狱呀 不靠着基督 我们什么都做不到 唯独靠着基督的奥秘 才能得到这一切呀 真切地志愿 大家做四九段悔改 靠着四九段悔改 时刻省察我内心 有没有信心呀 做四九段悔改的时候 做了四九段悔改的话 很快就能显现出来 哎 脸上怎么泛了亮光呢 怎么这么干净啊 只要做了四九段悔改 一定是有变化的 一定是能看出来的 真切地志愿大家 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做四九段悔改 使我们最终能去天国 使儿女越来越好 使我们在这世上 一切都是轰通的 靠着上帝的奥秘 领受着祝福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真的 连垃圾都不如啊 我的生活 如此的肮脏污辑 真的 我连信心是什么 都不知道 而我父 您始终给我希望 您说了 只要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只要做四九段悔改 上帝就饶恕我的罪 使我做新人 只要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的时候 使我遇见耶稣 使我做上帝的儿女 感谢上帝赐予我 如此庞大的奥秘 我父 信服上帝的时候 只要能讲话 上帝都为我负责 我父 我们相信 在今天上帝 医治我的疾病 我们相信 我家庭里的忧患忧愁 在今天全消除掉 我们相信 我的儿女领受祝福 我父 在这世上 都想找好的儿媳妇 相信上帝 使我的儿媳 做最好的儿媳 我们相信上帝 使我的儿女 做最好的儿女 我们相信上帝 赐福于我的儿媳 求我父帮助我 使我嘴上 只承认上帝 使我嘴上 心里 只信服上帝 讲出来的话 这时候上帝为我负责 使我领受这一切的祝福 奉耶稣的名 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